好各位同学好 这次的导读是要介绍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五个 分量最多的统计方法的部分 那在这里呢是我在中文版 我特别自己加了一节 谈所谓的线性模型的学习取向 那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在两三年前我看到 有一位丹麦的心理学系的教授呢 他自己在推特上公开了 他自己独门的一个教学方法 那这个教学方法其实是我自己 也在我的学习与教学过程中 我一直也苦思很久 那看到他分享 所以我想就借这个机会呢 把它整合到这本电子书 以及我的实际的课程中 那建议同学们呢 在一开始 在进入统计方法之前呢 先稍微读一下了解什么 线性模型的学习取向 那这个之后的安排呢 我会配合这个学习形象 主要是会有两个部分的大变动 一个是这本电子书的第五部分 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顺序 我会调整成线性回归 我会摆在其他的统计方法之前 那另外呢 所有的基础统计的范围呢 我都一次有在安排一个 线性模型版的示范档案跟资料 那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呢 是我在完成编译之前的版本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随时注意我的电子书的更新内容 那基础统计的范围 主要是会包含这六个主题 那我会依照这个顺序 来一个一个介绍 而同学呢也可以借着 那同学呢 到了每一章 每一章呢 你可以呢 在参考这边我提供的 线性模型版的资讯 来做学习 而如果是我的课程呢 我是会直接设计成作业 来引导同学来做学习 好 那这是我们这门 这本统计书第五部分的前沿的介绍 好那希望各位同学学习顺利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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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